NBA30年 学费涨到60万 长期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迅猛 随着大量新产业 新业态的诞生 各行业对于中高管理人才需求逐步增加 同时 想要有所建议的在职人员 已往往会将NBA最为公读首选 2016年 取消了一NBA自主招生 纳入全国硕士研究生 统一招生考试 同年 明确规定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NBA 均可获得学历证和学位证 申请材料信息包括此前教育背景 外语能力 工作经历等等 注重申请人鄙视之外的软实力 依据个人经历则有邀请趋势明显